歡迎觀看新冰競技術 新冰的魔法 新冰的魔法 今天是大年初三 是 再跟大家拜個年是不是 師弟 我們祝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2012年想要的光年 三冠翻台就新年 太棒了 趕快來歡迎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師弟 歡迎我們的前軍眾出席 嗨 各位 有充滿媽媽味道的火鍋 實在有夠讚 還有我們的新聞的女新聞 謝謝 丈母娘的蔡陶貴 實在有夠讚 新聞 好 一哥 剛剛好 長官來了 長官來了對不對 那我們就馬上 美食健可操開動囉 1、2 1、2、3、4 今天是大年初三 依序拜個年吧 祝各位觀眾朋友們 農年都大賺錢 祝大家農年行大運 神氣一整年 神氣一整年 祝大家農年新年快樂 載文龍中來 大年初三 大家知道過年要幹嘛 吃 對 過年就是一個字 吃 為什麼呢 圍爐要吃 對 初一初二 聖載聖飯不能到 要吃 都要吃 收垃圾的也沒來 對不對 初三 初四 初五 東西買來冰箱冰箱的解凍之後 加進去 再吃 吃 艾成平常就是這樣生活 艾成跟道路都到處女 我幾天都在過年 你們這過年的時候 最懷念的是什麼一年 我們團圓是在 我們通常在初二 我們比較不一樣 我們初二 初二 對 我們是為娘家嗎 可是我們家比較不一樣 我們在 因為我們在 因為我們是大家族 然後我們都會在那邊聚餐 跟在妹 說就說 介紹就介紹 妹 說就說你跟他參加了 對啊 我們才你有錢 有果園 對啊 我們在山上過得比較不一樣 我們有果園 沒有啦 我們是大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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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電視機那都是小家族 對啊 我自己給我小看 那個小嫻私底下 有跟我講過這個 那個麻雀有沒有 飛過他們家的田 要飛一年 一年 一年啦 小嫻 你不要把他放在那裡 沒有啦 但是小嫻他們家真的是大家族 我們就是每個家庭都會煮一道菜嘛 然後像我媽最常做的就是火鍋 可是那裡其實不叫火鍋 它是一桶的 一桶 那跟我們人很多 一般是鍋子 用水桶啊 不是 也是金屬的桶子 可是就是一桶 金屬的桶子 對 金屬桶 最厲害的是那個湯頭 你看湯頭就是算是 應該算是我媽媽 對 媽媽他們祖傳下來的秘方 也不知道 反正那個湯頭很特別 這麼大一鍋還能講究到 講究到湯頭 對 厲害的是那個湯 很不簡單耶 沒想到他私底下 比這個工作上還更當兵耶 真的 你媽媽早上有沒有記得 集合 喂 還跪你啊 還要唱金的頭 大家族是這樣子 在過年的時候 雖然我們要吃 但是要吃的美食 吃的精緻 而且在吃的時候 我們增進感情 對 真的 說過年千萬不能亂吃 因為能拉肚子就不好 對 那怎麼吃的美食 要吃的精緻 吃的健康 今天我們有很多的料理 太好了 真的 接著我們來 美食酷酷樂 太好了 太好了 這個龍蝦水晶捲 可是用Q甜日智大幅的皮 包裹著上等龍蝦 及多汁的火腿 晶瑩剔透外表下 又有著時尚的美味 各位觀眾朋友 你心動了嗎 龍蝦水晶捲 美食小天使麻雞上菜了 好 好 龍蝦水晶捲 冰冰冰冰冰的麻雞品 包覆著澳洲傳動來海的龍蝦 在熱水穿踏 放進冰水冰冰冰冰冰 再加上主廚特調的Sauce 各種食材 一口吃下 肉泥仿 這是在澳洲大寶山的未來海 各位 這樣子好吃的龍蝦水晶捲 你們覺得它要多少錢呢 第一組請顧駕 出三 對不對 還滿多的 一定是料好實在 而且不貴 我猜299 299 今天是大年出三 水晶捲龍蝦的299 299塊錢 不會 今天這次都猜中了吧 怎麼會在大年出三 這麼運氣這麼好 第一次就要把這麼好的價錢 給賠出來呢 恭喜你再高一點點 好 350 差不多了啦 你差不多 350 350 350塊一點 拜託你再低一點點 再低一點 再低一點 大寶叫做生蒙海鮮 330塊 330塊 這麼便宜 對 沒錯 因為我都不能新文歌 330啦 人家說薑還是老得大 而且新文歌自己本身有乾餐廳 330塊錢是一個非常合理的價錢 非常合理 恭喜我的新文歌 麻煩你再低一點點 恭喜我們 我們要再低一點點 連著喊不到了 假的 大寶叫做生蒙海鮮 就12個嘛 小姐姐來猜 除一下 12個這樣算一算 差不多300 320 多少 300 多少 2 320 15 325 真的嗎 對嘛 25塊錢 大過年的25 恭喜你 答對了 來 這個給妳 龍蝦 恭喜我們的艾成 以及我們的小錢 吃到我們的龍蝦水晶捲 全都來談龍蝦 滿有彈性的 好Q 對 花腿 蟹肉 糖跟蘆筍 龍蝦 搭配起來真的是 又好吃又清爽 酸酸甜甜的味道 非常好 真是的 Q彈彈 有沒有讓妳在澳洲的感覺 恭喜我們的艾成 以及我們小錢 巴德彤彤得到一個贊姿 恭喜 1 對 各位新年快樂 好康的還在後面 馬上進行我們的 有夠讚美食秀 因為有夠讚美食秀要介紹 所以廚師他不得了 他的處理有數量 再被扶有第一快手之稱 好 而且班族 他也是他的強項 最高紀錄10分鐘的出25道菜 這樣子的一位神經的師傅 我們是馬上將他出場的 趕快歡迎我們的簡晉男師傅 歡迎 大家加油 為什麼人家叫你北部第一快手 我炒很快 炒 你炒很快 對啊 你炒得有多快 30秒以後 一堂菜 端出去都是熱呼呼的 絕對熱呼呼的 我們相信你從來沒有出錯過 有出錯過嗎 有啊 有啊 出什麼菜 還有一次磅50度 我把鹽湯喝得不對了 什麼 你把鹽湯喝得都是湯喔 鹽的變甜的耶 有什麼菜啊 海參啊 好怪喔 有的時候是會出錯啦 對不對 師傅台灣第一快手 請問一下 今天要帶來什麼樣的料理 銀牙的暴雞中 今天銀牙暴雞中的食材 有鮮嫩的煙雞 味道令人撐奇的海鮮菇香菇 來自海洋的墨西哥鮑魚 干貝蟹肉棒 最爽脆的銀牙及太白粉水 還有讓你意想不到的秘密武器喔 很棒的一道菜 對 雞肉對我們來講是吉祥 對不對 真的 那我們當然要帶來一首歌 來讚頌它 一首歌 一首歌 大哥 不好意思 好 今天又來到了年初三 要做料理一壓爆雞中 雞肉代表痕跡 像雞腿代表瀑布高盛 接下來要吃斬雞吃 吃完雞吃我們暫時高飛 最後雞頭我不吃 留給阿龐吃 雞 雞 雞 想要把雞頭留給我 對啊 對 當然 叫你回家 師傅 我們今天有雞頭嗎 好險沒有雞頭啦 先放雞頭 好不好 不要亂講 這個經濟不景氣 大家現在都很緊張 對啊 對不對 你今天要教我們這個料理 是不是可以讓婆婆媽媽 把這個過年家裡面 冰的一些菜 冰箱剩下的 可以把它再活過來 對啊 現在水滾了 我們要煮下去 那一塊什麼肉 羊雞肉 醃雞肉 醃雞肉那個從小被醃掉 肉質比較好那個醃雞肉 對啊 對啊 銅子雞 真的假的 我們節目第一次用 鹽雞肉 鹽雞肉 用雞胸的部分 緊接著 我們在當水滾的時候 可以做好 我們先爆一點油 要爆香 下去要爆香 你要幹嘛 海鮮菇 海鮮菇 他要生鮮菇 生鮮菇 這是壓式 你不是說我太小 我是說我生鮮菇 海鮮菇 海鮮菇 應該沒有聽過吧 哪有叫海鮮菇的 好特別 海鮮菇 對 海鮮菇很少聽過對不對 海鮮菇 那我們先來考考你們大家 好 請問 海鮮菇的名稱是如何得來的 一 吃起來含有蟹肉味 二 可以壓住海鮮的腥味 三 可以提升海鮮的滋味 三組請搶答 一個 三 看可以提升海鮮的鮮味 好 我們來趕快問一下 彪哥那個 幹嘛呢 請問一下我們西雄哥答對了嗎 錯 錯 好 好幾個 另外兩組請搶答 好 道遠 楚萱 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壓住 海鮮的腥味 因為菇類的味道其實滿重的 所以看你會可能用菇類的味道 去壓住海鮮的腥味 聽起來滿有道理的 四圈是海南海的道遠 對海鮮菇的腥味 你覺得應該是可以壓住海鮮的腥味 對 用菇類的味道其實滿重的 所以看你會可能用菇類的味道 去壓住海鮮的腥味 聽起來滿有道理的 趕快來問問看我們的師傅 道遠跟楚萱答對了嗎 拿錯了 好啦 這一題就沒有人答對了 我們讓師傅來解釋一下好不好 到底什麼是海鮮菇 師傅 因為它吃起來還有 蟹肉的味道 海鮮的味道 它吃起來有蟹肉的味道 對 因為菇類都是菌類的味道 對啊 竟然它吃起來像海鮮 所以是素菜是用它嗎 就是吃素的人 我們現在把雞肉撈起來 可以撈雞肉了是不是 對 我以為你都忘記它了 好 現在雞肉 現在要給它要做備料嗎 我們也把海鮮菇也差不多了 海鮮菇也差不多了 我們也給它給它 沒有 這樣看它差不多了 都出水了 對 都出水了 蓋起來軟軟 蓋起來軟軟 這樣就差不多了 這樣就可以了嗎 對 阿嫂 你在雞肉這樣煮起來 沒毒 沒有 直接拔絲 拔絲 很燙耶 對 你真的沒吃了耶 不會啦 現在在拔絲的過程裡面 我要問一下西文哥 因為西文哥本身 他也是做餐廳的 對 對不對 對啊 你開餐廳自己有下過廚嗎 當然 很少 當然 有 有啦 就是比如說母親節 我常會做點菜 味道下去 早上啊 對不對 早上我就會弄一些好吃的給它吃 可是當我發現 我進去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進去的時候 我火一開 我忘記一件事 很多料要先準備好了 我不是先把蛋炒好就好了 對不對 要備料 要備料 不要跟我說對不對 我定格了 標哥定格了 還等 在幹嘛 標哥 他還等他 他還在綁入 對 標哥現在 他還在外 標哥現在是說 我現在在切菜 我不是嗎 沒有 等你訪問他的步驟 而且他不只是臉定格 他的手也定格 對 他完全不動 標哥 超可愛的 好像被點穴 我來幫他一下 標記是切菜啊 標哥 可以了 可以了 好久 所以很多東西是要備料 你不曉得 對 就是有時候我們在敞著車 我才知道 衝 不要夾 所以 當我在解決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已經燒焦了 男生下廚真的很麻煩 我也不行 對啊 就是不行 你知道嗎 永遠跟不上火候的速度 以後還是去棚裡面 去看他們煮火候 算了 這就是女孩 女孩是厲害的地方 所有的食物都在腦袋裡面 真的 媽媽真偉大 我怎麼覺得他很慢 王小松 真的是你的錯耶 好緊張 如果我們三個女生 站在你旁邊 那你不就整個空掉了 沒有 師父 你怎麼在出聲 我再接鮑魚絲 墨西哥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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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我要請問一下師傅 不管你是去市場買回來的 還是你從罐頭裡面拿出來的 有一個師傅曾經跟我講說 至少要煮三個小時 在罐頭裡面隔水加熱 鮑魚真的很嫩 我問一下師傅 師傅這真的是這樣嗎 對啊 因為用蒸的 比較軟 比較Q 罐頭裡面真的要用水煮嗎 沒有 下去蒸 下去燜燒都可以 多久 差不多兩小時 還是要有 這麼久 所以我們錯誤觀念 那個罐頭打開就可以吃有沒有 不行 很硬 然後很Q 像橡皮筋 還是要煮 可是我們今天簡師傅 我帶來一個小小的配包 教大家 應該那問題問得很好 但是跟大家講 之前我要先考考大家 好 請問鮑魚 要怎麼煮才會軟嫩呢 要寫起來了 一 用鹽水煮 二 煮之前用力地拍打它 用力地拍打它 三 在表面畫幾刀 三組請搶答 又是鹽的主圈 動作超快的 超強的 這組圈 反應很快 為什麼 我覺得應該是用鹽水煮 為什麼 為什麼是鹽水 因為我覺得好像不是很多東西 如果要讓它比較軟的話 都是泡鹽嗎 請問一下師傅 我們的道遠跟楚軒答對了嗎 孔子欣 妳答錯了 有機會來 另外兩組 請搶答 新文哥 表面上畫幾刀 切什麼 你覺得是畫他幾刀 還是打他幾拳 還是打他幾拳 打他還是切他 應該是打他 為什麼 你為什麼要打他 你為什麼要打他 我覺得是鮑魚 為什麼要打他 他哪裡得罪你 你為什麼要打他 應該是切他 切一刀 就像那個香菇一樣嘛 對 還有那個貢丸嘛 但香菇那個 我們有教過大家 我們在節目有教過大家 他只是美觀 主要是 他沒有任何的作用 那就是拍打他嘛 你不要一直 那算謝題喔 不算 錯了算你呢 不算我呢 拍打 新文哥說拍打他 請問答對了嗎 恭喜你答對了 沒有人答對了 恭喜新文哥得到一個贊子 那很硬耶 要不要跑 用什麼打啊 是菜刀啊 如果我們一般罐頭打開來 我不拍打他要煮三個小時 我拍打完之後 要煮多久就OK了 馬上省了一個半小時 節省時間 媽媽快記起來喔 差很多耶 差很多喔 我跟你講 真的有的時候 因為你等到不耐煩有沒有 想說他看起來 那罐頭就熟的嘛 結果下去做菜吃了 大家都沒肉了 這樣子過年收到的禮盒罐頭 大家就會有興趣 把它打開來處理 真的 對啊 好 師傅 所以你這拍打完 煮完之後現在切絲了 切絲了 緊接著怎麼做呢 好 我們現在把它 還... 酷丸 酷丸 台灣人說酷丸 海鮮菇咖啡水 對 你有特別的擺 他拿一個碗 如果放在 不會黏到 先放鮑魚 現在又放海鮮菇咖啡色 一定愛用保鮮膜嗎 對 比較不會黏到 比較不會黏到 不然 骨頭拿起來 整個都散開了 它放還不能亂放 對啊 好 好 怎麼這麼滑 擺得很整齊 白色也要放嗎 要 要放哪裡 放鮑魚旁邊 也是放鮑魚的旁邊 菸雞有沒有 有 雞肉絲人 奇怪 這很特別 因為我們放在一起就好了 為什麼要這樣 還有這個 這個剛剛的 蟹肉棒 蟹肉棒出來 楚軒的最愛 這個蟹肉棒一般我們外面就 它是熟成的對不對 但是還是要過水燙一下 我們回家還是要汆燙一下 燙一下 不然已經燙太久 因為它會膨脹 也要把它剝絲 鷹鷹 最後鷹鷹答題 鷹鷹它叫做如意菜 你不能先講 好 那你先問 好 來 請問 豆芽又叫如意菜的由來 跟哪一位歷史人物有關係 一 乾隆皇帝 二 鄭成功 三 慈禧太后 三組請搶答 好 艾成軍眾 你來答 我是覺得 乾隆皇帝 蔚老師 對啦 新年農年 師傅 請問我們的 艾成跟小甜答對了嗎 恭喜你答對了 好 鷹鷹和乾隆皇帝 究竟有何關聯呢 廣告過後 新兵性情緒 公告書給大家聽 阿公公 乾隆皇帝 為什麼 對啦 這點農年 師傅 請問我們的 艾成跟小甜答對了嗎 恭喜你答對了 好 誰都滑 恭喜艾成跟乾隆 讓我們來個贊子 來 好 乾隆 來 下江南在農家吃到如意菜 農家說這菜長得像如意棒 就叫如意 後來發現原來只是黃豆芽去頭尾 從此去頭尾的黃豆芽 就叫做如意菜 後來非常好奇 我們現在聞到真正的香味 好香 Svivo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偷偷撞了什麼下去了 你偷偷做了什麼 沒有 干貝 要拌炒它 對 對不對 不然一下就黑掉了 這味道很香 超香的 這很像我們過了年吃年菜 佛跳橋裡面有的味道 對 它要炒到什麼時候 金黃色 就要趕快撈起來了 好 要滴 滴油 好 肥 師傅 你要幹嘛 這個 水要趕快先 先把水滴一下 而且師傅還有井 先救 等一下 漂亮 很漂亮 原來板都是這樣做的 真的 我一直覺得它為什麼會黏在一起 我想過它是用這樣去油 用手去用手去塑形 真的 現在我們是已經完成了嗎 我們再加勾芡 我們勾芡 太陽粉勾芡 煮過了 那個雞肉的高湯 雞肉的高湯 所以很鹹的味道 鹹鹹還有肉味 而且其實還滿簡單好學的 又漂亮 裡面剩的菜 剩的一些火鍋料都可以 你看你想吃什麼就放什麼 時間都要炒肉 它按下去 再來把我們剛剛炸過的干貝 再灑上去 我現在就好像在吃板豆的感覺 對 你這個派都已經做好了之後 這一鍋還放在這裡 秘密武器 秘密武器 你是不是忘記了 知道 它本來都是素食的 我們加一點 比較吃起來 比較不要咬一下 因為都是素食 對 加一點 麵都素食 因為你知道 都素食沒有油脂 油脂 你吃起來就比較 比較乾脆 比較乾脆 好 所以這個東西是代替肉的油脂 但是又不會破壞素食的美味 對 趕快來看看我們這個 秘密武器是什麼呢 1 2 3 乾脆油 乾脆油油 乾脆油油 乾脆油是你自己做的吧 對 乾脆油 剛才你在炸這個的過程做的 對 怎麼會這樣 這真的是秘密武器 真的 所以外面買 你怎麼走 外面買不到 對不對 這個要提煉 提煉 提煉 師傅 大概怎麼做 可以告訴我們媽媽 對 出山 大胖送下 大概講解一下 就是 就是油先倒下去 倒油沙拉油 乾脆 乾脆搓一搓 搓濕 搓濕 它就自然開了 油人下去炸 這個就是啊 對 瓜哥他炸的 對 就是立出來的那些 好香 聞起來會 這邊會甜甜的 真的嗎 好甜 感覺是想拿油來拌飯 對 好香 肚子有餓 加一點醬油 喂 這個很香 對啊 你現在加下去 我加 加上面 從上面淋一下去 螺旋狀這樣子 對啊 你還說你會煮菜 爛透了 好了 好了 太多的意思 你加太多 因為會太鹹 對不對 好 各位 我們現在的 銀牙爆雞蔥 已經完成了 是的 恭喜我們的愛 全都要小錢 得到今天的優勝 銀牙爆雞蔥 小春 來 我先吃吃看這個 說有海鮮 有蟹肉的 蟹肉味的海鮮 你看那個絲 你看它就是蟹肉 還是蝦肉 你看它光沉 來 加點干貝在上面 對它真好耶 啊 有了 又來了 很奇怪 真的有那個 蟹肉味 蟹肉的味道 對 它在我嘴巴都是干貝味的 對 干貝進入油炸之後有沒有 它的味道三方出來的味道 香氣很重 有點脆脆的 你看這鮑魚的那個鮮嫩度 我來吃吃看 30分鐘就可以處理好 先拍打它 火山爆發的感覺 它真的很嫩嫩 它那個絲的過程 有些要拍打 要拍打 拍打 拍打會比較嫩一點 不會跟那個人 吃雞肉 來 雞肉 好棒 請贏品特 乾貝油是雞汁 乾了 你們兩個要吃了就算了 那隻雞肉肉 感覺跟雞腿肉一樣滑嫩的 雞肉 而且還有滿滿的干貝油 海鮮的味道 感覺這個雞是養在海底面 海底面 可能因為它在勾芡 這樣淋上去之後 它也會放 吸收進去 對 各位 今天是年初三 恭喜我們的艾成 以及我們的小鮮 巴德同仇 謝謝 我們今天來到吃神準備一組 恭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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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帶你們祝大家新年快樂 謝謝大家周一周 晚上7月5日收看我們的 新冰淇淇淇淇淋